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唐朝宗室李克,曾经风光无限,却因权力斗争,被逼自已身亡。他死前怒不可遏,进口出诅咒。然而在场的人却都嗤之以鼻,根本没把这几句话放在心上。然而,事事难料,李克死后不久,这些被忽视的诅咒竟然一一应验,让人不禁背脊发凉。究竟是什么让李克如此愤怒?发出这可怕的诅咒? 那些被他诅咒的人后来遭遇了怎样的命运?在唐朝这个辉煌的时代,李克的出生就注定不凡。作为唐太宗李世明的第三个儿子,他的血统高贵,与生俱来就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地位。李克的母亲是隋阳帝的女儿杨妃,这层身份为他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,也为他日后的命女埋下了伏笔。从小,李克就展现出非凡的才智。 他文武双全,在金石子集上造一颇深,同时也精通骑射之术。这样全面的才能,让他成为了李世明最为宠爱的儿子之一。李世明常常赞叹道,因果类我,可见对李克的喜爱之情。 李克的政治生涯也是一路高歌猛进。他先后被封为长沙郡王,汉中郡王,后又晋升为蜀王。在贞观十年,李克更是被封为吴王,并被授予谭州都督的重要职位。这一系列的晋升,无不彰显了李世明对他的器重。在治理地方期间,李克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。 他善于理财,短短几年就将安州治理的附属安康。同时,他广纳贤财,礼贤下士,赢得了地方官员和百姓的拥戴。在他的治理下,地方动乱多次得到平定,展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能。 李克的才能和政绩,使他在朝中声名雀起,成为了皇位继承的有力竞争者。然而,正是这样的才华和声望,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。 随着李世明年事见高,太子之位的争夺愈发激烈。作为皇帝的嫡长子,李承前原本是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人选。 然而,李承前的严重足疾成为了他的致命弱点,让李世明对他的继承资格产生了动摇。在这场争夺中,李太和李克成为了最强有力的竞争者。 李太野心勃勃,暗中拉拢朝臣,为夺敌之计做准备。而李克,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望,同样成为了众多朝臣心目中的理想继承人。 然而,这场看似公平的竞争,实则暗藏玄机。作为隋阳帝的外孙,李克的身份成为了他的一大劣势。 长孙无忌等门阀世家对此深感忌惮,担心一旦李克继位,可能会对他们不利。因此,他们极力反对李克成为太子。最终,在长孙无忌等人的运作下,李治成为了太子。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李克的命运,也为大唐的未来埋下了伏笔。李克虽然失去了继承皇位的机会,但他的才能和声望仍然让他在朝中占有一席之地。 然而,权力的游戏从未停止。李克的存在,始终是长孙无忌等人心中的一根刺。他们知道,只要李克还在,就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。这种威胁感,最终导致了一场足以改变大唐命运的阴谋。 永辉四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破了大唐的平静。高阳公主和她的丈夫房一爱谋反事发。这场未遂的政变震惊了整个长安城。 然而,更令人震惊的是,李克的名字竟然被卷入了这场叛乱之中。房一爱未求自保,竟然诬告李克参与谋反。 这个指控,如同晴天霹雳,让李克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长孙无忌抓住这个机会,对李克展开了凌厉的攻击。 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,不断向李治敬谗言,加深了李治对李克的猜疑。李克在审讯中极力辩白,但他的解释在权力的阴影下,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 长孙无忌精心设下的这个局,让李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 即使他有千般本事,也难以逃脱这个命运的陷阱。最终,李克被软禁起来。 在长达一年的软禁生活中,他饱受诬陷和重伤,身心俱疲。 曾经意气风发的王爷,如今却沦为阶下囚。这巨大的落差让李克心灰意冷。 在绝望中,李克做出了最后的选择。 公元654年的冬天,他选择了以白灵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李克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诅咒。 长孙无忌,你陷害忠良,日后必受天谴。 我若有灵,必见你家族灭绝。 李克的死讯很快传遍了整个长安城,引起了广泛的惋惜和同情。 然而,在权力的游戏中,一个人的生命往往显得如此渺小。 李克的死并没有给长孙无忌带来长久的安宁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治的统治日渐稳固,新的权力格局也逐渐形成。 长孙无忌曾经的权势开始成为李治心中的一根刺。 与此同时,五妹娘的崛起给长孙无盲带来了新的威胁。 这位李治的宠妃,以其智慧和手腕,在后宫中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。 长孙无忌对五妹娘的忽视和轻视,最终激怒了这位权势滔天的妃子。 在五妹娘的影响下,李治对长孙无忌的态度逐渐冷淡。 长孙无忌的处境每况愈下,他的支持者要么被迫离开,要么转头他人。 曾经权倾朝野的大臣,如今却孤立无援。 终于,一份关于长孙无忌谋反的密报出现在了李治的案前。 虽然证据不足,但在李治和五妹娘的影响下,这份报告迅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。 长孙无忌被传召入宫,面对着皇帝的质问和大臣们的审视。 最终,长孙无忌选择了与李克相同的结局。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,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在临终前,长孙无忌不禁感叹,权势终究是过眼云烟。 我长孙无忌一生全谋,终成泡影。 随着长孙无忌的死,他的家族也迅速覆灭。 曾经的荣华富贵化为泡影,应验了李克临终前的诅咒。 这个结局,不禁让人唏嘘不已。 李克的诅咒与长孙无忌的结局,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奇妙的呼应。 这是否真的是神灵的安排,还是仅仅是历史的巧合?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。 权力的游戏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,它可以让人一招飞升,也可以让人瞬间坠落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,胜利者往往只是暂时的,而失败者的教训却是永恒的。 李克和长孙无忌的故事,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。 野心、忠诚、背叛、报复,这些元素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上演,构成了一幕幕令人唏嘘的悲剧。 这段历史,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,更是整个时代的缩影。 它折射出了唐朝政治的复杂性,也展现了帝王心术的深不可测。 这场跨越数年的政治角力,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,更深刻影响了整个王朝的走向。 诅咒的应验,或许只是历史的巧合,但权力游戏中的得失成败,却是真实存在的。 这段历史,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诱惑与危险,也让我们反思了人心的复杂与无常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